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时隔一个月我又来填课了 最近岸田内阁终于公布了扫子化对策 包括提高儿童补助 提高出生意识的奖励 增加育儿休假的取得率等等 我对此的评价基本还是那句话 这些花钱修腿的政策如果能够提高出生率 日本的出生率就不会低到这个地步了 日本出生率上不去的根本原因是在于 日本是一个吸年轻人的血去供养老人们的福利国家 好听一点叫云江老 日本从199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 老龄化率一直在加速 以致相对的是从1995年到现在 打工人的税费负担比从23%飙升到48% 也就是说年轻人们再怎么拼命甚至加薪 到手里的钱还是不怎么增加 名义上的年收入与实际上的到手收入之间 鸿沟越来越大 交上去的钱都被日本政府拿去搞社会补贴 抚养那些不能工作的老人 毕竟老人们有选票 小朋友们没选票 以免为了连任讨好选民 给老人的福利也会越来越多 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由年轻人来买当 不堪重负的年轻人们既然不能不选择不养老人 那就只好选择不养小孩 上期节目我说过 天时地利人和的妖色要是凑齐的话 日本还是有机会反装出生女的 下面全部都是我个人的歪歪 各位全当听个笑话 改变日本社会节奏最大的可能性来自于外力 更直接一点来自于未来的中日战争 哪怕中日之间不爆发战争 只是高强度的军备竞赛 都会逼迫日本削减给老人的福利 万一真的开战了 老人们估计就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标准了 这时候有小孩的老人还能得到孩子的结计 至少活得相隔人 那些没有小孩的老人 赚够养老前的少数可以继续消散 等着允养老的多数 那就只能是自求多福了 通过军事冲突这种高强度的冲击 倒逼日本社会废除云阳老 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日本可怜的出生地 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里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